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Totcroft 11.02分的 即时的这个技术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手套股呢 都是有一个 青色的Ksend 但是对Totcroft来算呢 它还没有突破的,你看到吗 它这个Ksend最高价它还没有突破 虽然它已经上涨 但是它还没有突破 今天早上的时候 它稍微有点突破 但是最后又跌回来 这条线呢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这个是Ksend最高价 另外一个是这个 前面的底部 它要证明自己 它有能力继续往上去的话 它一定要站稳在 站稳在这个 这条线上面,站稳的意思是说 收盘的时候一定要站上去 而且要最好是 要连续站稳3天以上 不要跌回来才叫站稳 站稳的话 它才有能力继续往上去 站不稳的话 跌回来基本上也是不用看 这个就是我对Totcroft的一些看法 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